坊间说电子烟或加热烟可以用来戒烟还能减害 这是错误讯息 卫福部国监署强调吸烟对身体百害而无依利 科学实证显示加热烟无助于戒烟 其健康危害也不会低于其他烟品 为了鼓励民众正确戒烟 国监署邀请请卫福部长陈时中分享自己的戒烟经验 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这些新的烟品能够有替代的方式 那么戒烟的替代方式就是靠自己的毅力 或者是戒烟的邀务能够来帮忙大家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征所法律的一个规定 那么也呼吁我们投影者为了自己的健康 为了家人的健康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戒烟 希望大家都不要接触烟品 最后也感谢大家如果像你今天的一个位 很希望全国的民众 会有通过利用我们的戒烟的服务 作用的服务方式来帮助大家 戒烟心法还是为谁要开始戒烟化 是我们在戒烟或帮助人家戒烟化上 其实在心理层面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样 你要帮助它你首先你要接纳它 然后你要有同理性 然后肯定 然后支持 加强 你这几样的行为才会让你这种要做的事情变更可燃 然后在心理上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当然一开始想要借业是从推动烟害防治法 想要自己是一个这样烟害的一个主管 单位的主管 那没有办法提升坐车 实在是有点惭愧 但心理有这样想 但是次次都没有行动 也大概不太可能有行动 直到那时候有一些新闻媒体为了一些情况 开始在问董事基金会 说这样子部长在抽烟是不是很不应该 确实是不应该 不过董事基金会并没有用您客的态度来应对这件事情 他首先是接纳我这样子有抽烟的事实 第二个就是说有这样的通理性 他觉得说像部长这样子也是非常真实的小聪明的人 也都见不了烟 可见的这个烟害是很厉害 所以他跟我站在一个同样的一个角度 他并不是直接就有个电视的我 他就是接纳我抽烟 然后也就是说有通理性 那进了呢就开始来讲说 肯定如果他愿意想要戒烟 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然后办了这个戒烟就离 支持我增强我 脑中五十五刻有想抽烟的念头时 阿中部长已先让今天戒烟成功 想抽烟明天再抽的座优民 如此日复与日成功戒烟近五百天 在其实肺癌的栽减 其实国家床已经努力了十年 已经努力了十年 十年前就开始了 那在杨教授代理之下 展开了一临串的一些相关的研究 那因为Local的CT其实也蛮吸引人 那不过因为有一些的偶像性 进而在大家想说 在测到一些偶像的肺癌的时候 痕心理大力很大 所以我在整个的研究里面包含说 那怎么样最适切的做一个精准的工位 方教授对最需要的人才来做 而不是讲全部的人都来做 那研究的结果 其实发现了有另外一个肺腺盘 女性的肺腺盘 就是非抽烟的人 所以那时候Local CT在我们研究的十年之后 我们递递一些相关的筛检 针对两大族群 一个是家里有肺癌的病死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长期有吸烟的 有年包包年三十的 那这样的人在五十岁到七十四岁 让女性找到五年 那就可以做Local CT 两年可以做一次 那这样我及早来发现 我现在好像报告好像去年开始来做 我觉得相当有一些成就 好吗 是那然后不常提到 其实我们都要知道癌症 那其实就有课 点头 可是最后就做了一半就失败了 对于戒业 大概一个是怕失败而不敢开始 怕失败 然后将会去把花钱两种 就做了一半就失败了 想说他竟然会失败就不要开始 可以反过来想 如果你没有开始 你就会成功了 这是一个重要 你应该正面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没有开始就不会有成功 那你开始要再想办法 让你的成功率变高 不要怕失败 其实大家这些都是失败过来的人 那我不知道什么都会失败 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失败 那不过先人就不要怕失败 那第二个也没有拘泥说 一定要什么方法让戒业成功 你可以寻求很多很多的帮助 像我可能靠个人的医 对医院一些事好方式 那你可以寻找一些药物 寻找一些专业 这都是可以帮助戒业 只要能成功 什么方法都是好方法 戒业不用一个人称 国健署提供多元戒业服务 住家附近的医院卫生所 诊所牙医诊所 社区药局都可以寻求专业服务 全台约3500家合约医事机构的医师 及戒烟外交人员会协助您戒烟 个人化的戒烟 助您挺过戒烟中的不是战胜烟影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